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中发掘出的两件罕见古堡 一出土便立即被专家封锁消息 国家文部门至今禁止展览 据当时的历史资料记载 湖北江陵考古专家 在文部门的要求下 对江陵地区存在的墓葬 进行保护性发掘 他们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 最终发现了江陵战国主墓 尽管制作墓葬发掘时期保存完整 但是它长期被地下水浸泡 一时间让考古专家无从下手 专家为了保护墓中文物 他们随后对战国水墓进行详细研究 专家光是抽水就抽了将近一星期 制作大墓最终展现在诗人面前 专家随后对墓葬进行保护性发掘 然而考古专家看到墓中一墓时 却十分失望 原来在墓壁上出现了大量的稻洞 其中一个稻洞的深度达到惊人的九米 失望的专家对制作墓葬的发掘 没有抱太大希望 然而当他们打开主墓时的棺果后 棺果中的景象 让失望的专家顿时狂喜不已 原来在关国的底层附近 有两把保存完整的战国神剑 专家立即对这两把保存完整的神剑 进行细致研究 他们查阅相关资料 最终得出两把神剑的名字 处式黄皮喇叭筒剑 以及处式黄皮双孤剑 这两把战国神剑成为考古专家 发掘出的最珍贵宝物 由于这两把神剑保存完好 专家特意花费大量时间对他们进行记录 这两把剑剑精处又突骨两道 用以固定夹木与蝉猴 以力握持 整剑造型风力轻盈 简洁硬朗 剑身金光闪闪 光彩螺幕 由于保剑过于珍贵 为了防止他们被盗墓贼盯上 专家决定彻底封锁消息 如今这两把战国神剑被禁止斩出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